1987年 祖国大陆率先以官方发声 欢迎台湾新闻界来大陆采访交流 随后台湾自立晚报的李永德 徐璐 成为两岸隔绝以来首次到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 当时是绝对的保密 就是说社长 我还有这两位记者 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整个的作业的过程就是我们四个人参与 1987年9月15日至27日 在突破台湾当局重重禁令之下 李永德和徐璐取到日本 辗转来到大陆 先后赴北京 杭州 广州 深圳和厦门五个城市采访 就是说我们要联络什么人 采访什么人 那么几乎大概都可以连续到 然后中间包括飞机 航程 饭店 其实这方面我就非常感谢他们 如果没有他们协助我们 这个不可能 寸步难行 这两位台湾记者来 要充分地保证他们的采访自由 他们愿意到哪儿去就让他们到哪儿去 他们愿意采访谁就让他们采访谁 对于这两位台湾记者此次历史性的大陆行 两岸各界高度关注 对于他们的报道 台湾民众也普遍叫好 因为这是38年来 外界第一次看到了由台湾自己的记者 写出来的有关大陆的报道 1991年8月 时任新华社记者范立青 中心社记者郭伟峰因采访敏诗鱼事件 成为40年来第一次赴台采访的大陆记者 此举推动大陆记者组团于次年入台 开启了两岸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交流 十年后的2001年2月 新华社记者范立青 陈宾华 赴台注点采访 成为大陆首批赴台注点采访记者 两岸新闻交流逐步从单向转变为双向 从非正式转变为正式 从民间转为官方 2004年7月 台湾当局批准中国新闻社记者赴台注点采访 使获准赴台注点的大陆新闻单位增至五家 原本两岸新闻交流不断在推进当中 然而2005年4月 民进党当局却粗暴无理地停止了新华社 和人民日报记者在台注点采访 这种开两岸新闻交流倒车的行为 受到当时两岸新闻界的同声谴责 2008年 国民党上台 两岸关系峰回路转 当年7月 随着两岸周末包机启航 和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首发团的启动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大陆媒体 在台注点采访也正式得到恢复 台湾当局将大陆赴台注点采访的实现延长至三个月 同时 开放大陆地方媒体申请赴台注点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 2008年12月 福建媒体派了两名记者抵台 成为首批赴台注点采访的大陆地方媒体 2010年4月 厦门卫视霍准派记者前往到台湾注点 成为大陆第一家注点台湾的城市媒体 请启动 2014年4月 厦门卫视高雄演播厅正式启用 这也是大陆媒体在南台湾设置的第一个 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演播厅 觉得26年前我们到台湾也是浅诚的交流 那现在的两岸的交流啊 我觉得这个速度广度啊 它完全都不一样的情况下啊 有个供购性的问题 就构建性的问题 我的非常之坚信这个两岸的这个融合发展啊 从现在开始 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 30年来两岸新闻交流渠道逐渐拓宽 内容不断丰富 形势日益多样 两岸媒体在人员往来交流互访 稿件互换 公稿公版 联合采访 合作拍片 节目落地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取得显著成效和积极成果 在及时传播两岸资讯 增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 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